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到苏联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以后 于11月1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 朱德 董碧武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热烈欢迎周恩来 贺龙和代表团其他同志 同时回到北京的有代表团团员 刘小 武修全 乔冠华 11月1日 毛泽东主席和夫人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 董碧武副主席 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 接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 副团长 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数子 以及芭蕾舞团的指挥 导演和主要演员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后 回国途中 于11月4日到达上海 专程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总理 罗瑞卿副总理 外交部副部长刘小和上海市副市长曹迪秋 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 在机场热烈欢迎苏加诺总统 上海各界群众向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杰出战士 苏加诺总统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的水稻封产经验 在党的重视与科学研究部门的帮助下 更加系统完整了 陈永康培育壮央的经验 是精整央田三更九霸 把央板田推平脱光 使央田尚需下实 采取泥浆落骨的方法 种子撒得稀撒得云 这样培育的央苗粗壮有利于增产 俗语说央好半年到 陈永康和其他农业专家 在江苏无县望庭公社培植了三千多亩中心样板田 水稻普遍长势很好 江苏省苏州专区领导干部 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民三结合 广泛培植样板田 推广陈永康的水稻封产经验 各地公社的干部和社员 都来向陈永康学习 群众说陈永康的水稻清秀老剑不会倒 岁大杆粗栗子宝 水稻叶子像把刀 三结合的样板田促进了农业增产 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公社 大寨生产大队 七百亩秋庄稼丰收在望 大寨人以革命的精神 取得了今年的丰收 北京军区某部红衣帘的战士们 来到大寨参加秋收 学习大寨人的苦干实干的精神 一九六三年 这里受到暴雨的袭击 田冲垮了 休起来 大寨人不向国家要粮要钱要物资 今年又遇上了风灾 庄稼吹倒了 一颗颗的把它扶起来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 大寨社员自力更生 奋发服强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大寨人的丰收是艰苦奋斗的成果 江苏启东县西市公社 今年的棉花获得了丰收 第一生产大队 地靠黄海边 地势低 碱性大 社员们改造土壤 向水汉等自然灾害作斗争 使严谨地上长出了好棉花 启东县各公社的社员们 正积极交受新棉 支援国家建设 在东京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 坚决起义 以十一月六日 乘日本神宝丸轮船到达天津新港 光荣返回祖国大陆 马秦山河晨节 受到国家体委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 和码头工人 船员的热烈欢迎 马秦山和他的父亲马俊峰 弟弟马学礼 马学信见面了 赞同马秦山陈爵来我国的东京华侨总会理事 是国人 日本律师尚田成吉 也受到热情欢迎 陈爵的妈妈和妹妹 从江苏省江阴县赶到北京 会见了陈爵 亲人团聚了 十分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